如果你有行軍床就了解 在戶外露營夏天為什麼要有行軍床 有個行軍床藏在樹蔭下 享受一下睡個午覺 這種感覺真的非常舒服 現在為大家開的這個就是來自於 Katsumi的高層仔軍事風的行軍床 這個行軍床它有一個非常好的提帶 一般行軍床都有一點重量 但它有一個提帶我覺得是加分 而且它是軍事風的迷彩 我覺得很漂亮 再來Katsumi這個行軍床 它總重量大概7.9公斤左右 然後它是加大尺碼的 它的組裝方式跟一些市售上的行軍床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非常簡易快速 很適合新手露營的族群使用 它打開就是這樣子 樹狀的 攤開這樣子打開 然後另外一邊一樣把它這樣子 記得兩側稍微有點打開的時候對不對 再來鎖住再來處理 這個掛繩的部分把它扣起來 這個把它扣起來 四邊有四個角度 四個角落都要使用 它只要把它扣上就可以了 好 扣上之後對不對 就把它往內收稍微這樣子 這樣就搞定了 然後記得前面這裡 這裡 下面這裡一定要把它安全扣壓下去 它這裡的長度是190公分 你是比較高的族群的話 其實都非常適用 然後這個面64公分 高度大概42公分 就大概 耐重量大概是100公斤 好 這樣行星床就搞定了 而且是不是輕輕鬆鬆 不到30秒時間 其實這張行星床已經弄好了 然後這個行星床旁邊 側邊有雜物收納袋 然後它布料材質其實用得非常好 這個 這時候有行星床躺下去 就非常舒適了 好舒服 想像這個在素音下 然後有個行星床這樣躺著 微風徐徐吹來 哇 這樣就睡著剛剛好 好舒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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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舒服